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伊朗媒體2月27號透露 伊朗的副總統馬蘇梅·艾伯特卡感染新冠病毒 當天已經被確診 這是目前全球感染新冠肺炎級別最高的官員 據報導 艾伯特卡26號還參加了內閣會議 他的座位離總統哈桑魯哈尼不遠 在艾伯特卡之前 伊朗還有三名高官被確診 他們是伊朗議會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員會的主席 莫哈塔巴佐爾諾 還有衛生部的副部長伊拉吉·哈里奇 以及首都德黑蘭的國會議員薩德吉 目前伊朗是中國之外死於新冠病毒人數最多的國家 根據伊朗當局公布的數據 伊朗已經有254人確診 26人死亡 中共去年12月份隱瞞疫情 導致新型冠狀病毒在中國失控 成千上萬的人感染和死亡 數以百萬劑的人陷入了生活困境 但是 就在疫情繼續肆虐 並擴散到全世界40多個國家的時候 中共官方卻大動作出版了一本名為《大國戰役》的書 歌頌習近平應對疫情的遠見與卓越 這引發了大陸民眾的憤怒 紛紛在網上發言抨擊 有人譴責說 受害者還屍骨未寒 每天還有這麼多人在病床上掙扎求生 悲劇還未落幕 他們已經在慶祝了 這是人幹的事嗎 也有人痛罵說 實在是無恥之由 足令人做三日偶 還有人說 太噁心了 也不知道是什麼人寫得下這些骯髒的馬屁 我怎麼會和這些人生活在同一個地球啊 好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這一期的時事禁聞